這位朋友是Juwie 他問美國航空AAL 昨天油價跌的時候 其實航空股也有一個升幅 美國航空昨晚升了2% 他有16美元買入 他說你現在怎樣看他這首貨呢 我覺得其實航空股 我覺得是可以的 而且就是說其實這位投資者 放航空股是市值相對比較大 航空股也不是太弱勢 所謂的股份 那我最近來說 在航空股裏面那個利用的因素 也是相對比較多的 一來說價值又不是特別貴 那二來說其實在歐美那邊 大部分的國家 都已經是和病毒共存 那很明顯的 趕到出口的了 所以就是說在航空裏面的股通 也都是會增加 起碼不是大家互相封閉 那這也是有利於他的所謂的營收 那到最後就是說 由於我自己都看過油價 可能是都沒有什麼再大上的空間 當然我也不覺得他會大一點 那至少現在比較正常的油價的水平 其實對於他的成本 也都是有一定的所謂的幫助 所以變成就是說 比較美國和中國的所謂的航空股來講 那始終都肯定就是 美國那邊的航空股 是好過仍然堅持清零的 中國政策體下的航空股 應該要好很多的